各位好,今天是5月25号,礼拜二,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美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新闻 首先呢,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况下,每七个这个租房子的这个房客当中 有一个人他会遇到这种,比如说晚交他的租费,或者是持交,或者是没有交他的这个租费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保护这个租客的这个禁令,到6月30号就要就是要取消了 那到时候非常多的房客可能面临到要被房主要赶出去啊 那国会在这次的这个新的一轮的纾困法案当中呢 有450亿美金是专门要拿给这个各个州的这些租客来保护他们 来给他们提供这个租客的这些费用啊,可以提供给他们一些补助啊 所以呢,这个在各个州都可以申请啊 所以的话,非常多的州可以申请到18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叫做补助来帮助这些租客 那但是非常多的这个屋主呢,他们非常反对这样一件事情 那他们很多人不愿意去接受政府这样子的一个补助和这个款项啊 所以呢,如果你是租客的话,你也可以像当你在申请的时候 因为这个房主可能不接受这个来自于政府的这部分的支付的费用 那你也可以要求政府把这部分的钱直接交给,寄给你或者是发给你 这样子的话你来支付这个房费也是可以的啊 那如果你是面临着正要被这个赶走或者是你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最好的办法肯定是你需要找一位律师来帮助你啊 因为你还是受保护的,但是非常多的屋主现在还是在持续的在赶人啊 那在这个,如果你没有一个律师帮你,有65%的被赶走的这些人都是没有律师的 那如果你有律师的话,只有15%的这些被赶走的人就实际被赶走了 那很多人是因为有律师的话,他就可以帮助他,也许可以临时可以在这段时间可以保护他 那从一个网站叫做lawhelp.org,那这个是一个网站你可以拿到这个免费的或者是比较低费用的一些律师的一些服务啊 那五月份的这个这种劳工还有这个就业报告就很快就要出来了 那肯定按现在的预期来说可能也不太好看 因为前几个月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指标都是有一些修改和根据各种的这个指数作为更改 看起来好,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乐观的一个情况 所以非常多的分析家都认为这个时候在这样大的一个经济这个刺激的情况下 又包括了所有的这个股市房市都在往上涨 还有物价都在往上涨的情况下有非常大的这个风险 让这个联储局在这个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可能要介入进来 不得不调高利率来控制一下这个现在这种有非常明显的这个通货膨胀 还有这个泡沫的这个这个经济啊 所以呢啊非常多的这个分析家也认为啊可能当联储局真正要介入的时候 美国经济可能已经陷入了一个又是一轮非常非常混乱的一个一个局面 甚至那个时候再来介入的话已经非常非常晚了 不知道你对这个有什么一样的看法啊 那关于这个政治方面啊 那我们这个人民的这些参议员和众议员又要开始度假了 共和党人认为更情愿来现在来政府不要那么多的监管 让这个市场恢复这个正常的市场经济 另外的话削减这个付税 而不是啊接下来要可能出现的这个增税这样的情况下 所以呢啊以这样的方式来提高更多的这些研究机构大学的这个自由度 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啊 Charles Schumer也可能不一定很好的可以推动他这个很好的议案啊 那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最近在为这个IRS就是国税局还争辩不清啊 那总统Joe Biden的希望能够给国税局提供800亿美元的一个这个经费啊 但是呢民主党人共和党人是坚决的反对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总统Joe Biden他提出这个800亿的这个预算呢 是希望IRS能够雇另外额外的这个8万名的这个Agent也就是员工 这些员工呢可以顿多的去这个审核就是纳税人的这个这个背景材料 你是否纳税正常啊有没有偷税漏税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也为他将来可能要这个审计更多这种富人啊所谓的要向富人加税可能做好准备 那共和党人是非常非常反对的啊那我们再讲讲这个不得不再提一下这个比特币 还有现在最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些这些这个高高低低七起伏伏的这些电子货币啊 那中国他在接下来中国已经设定在2060年 2060年的时候就要把碳排放量减到零啊零的碳排放量 所以呢中国政府现在极力在最最大可能的再去限制在中国这种叫做开发或开采这个比特币的这样工作 因为这个是要耗非常多的这个能源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本来中国之前就是在这个比特币交易还有这个开采这个比特币方面是最大的 而且是而且是龙头老大的一个这个地位 接下来因为这样子的这种叫做限制和政府的接下来监管 那中国可能在比特币的开发和还有在这个交易上可能就不会保不住这个龙头老大的这个这个数据了啊 那在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个比较我觉得有趣的一个信息啊 那是关于现在我们的这个人口的这个变化人口的这个增长啊 那因为因为这个疫情也有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啊 在过去的100年特别在1900年的时候 全世界的这个人口有16亿人口啊 那现在总共到现在有79亿人口可能已经接近80亿人口了 那如果要让这个世界让地球能够保持在一个稳定持续发展的这样状态的 每个家庭的话就要保持在2.1个孩子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才可以是比较健康的一个地球的一个增长 人口增长的一个数字 但是呢可能因为疫情因为各种原因 那现在的这个出生率已经大大的下降了 特别是像是美国加拿大澳洲 那出生率都是保持在1.5到2.0之间啊 那非常多的国家现在反而要通过吸引这个外来的移民来增加 比如说他们他们本国的缺少 比如说劳动力啊缺少人口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像是韩国他现在这个出生率是已经到0.92了 那0.92就等于说每一个妈妈她还不能满足有一个小孩这样子一个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比例啊 那日本的在日本的这种叫做成年的这种尿布也就止尿布的这个销售量 是超过了婴儿的这个止尿布销售量的这个销售量啊 那中国大家都知道全世界啊 人口最多的各国家现在已经是14亿这个人口了 那在接下来这个本世纪结束的时候 因为这个出生率还有这个老龄化各种情况 中国的这个人口将会要预计会要缩减到这个7亿3000万啊 这个数字也是好像我们都不敢想象中国14亿人口的这个人口 将在这个本世纪末要被要减少到7亿3000万 那但是非洲又反过来又是一个人口大增长的一个趋势啊 非洲在各个国家都还保持非常多的每个家有非常多孩子 特别像尼日利亚他现在一个家庭起码要有四到五个小孩子啊 那到了这个本世纪末尼日利亚的这个总人口就将超过中国变成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了 那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那当然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他们在这个接受访问啊接受这个调查的时候 他们也表达了是有多少钱才能是认为是比较富足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啊 那投资公司Charles Schwab他们也做了这个关于这个啊 美国人的这个富有对于富有的这个概念的一个调查 那在这个疫情之前啊那平均下来啊 美国受访者啊他们都认为如果一个人拥有的资产超过了260万美金 或者在这个左右就属于这个比较富足的一个一个状态了 那如果是到现在那到现在新的一个调查的话 现在的多数人平均下来他们都认为啊 如果一个人资产达到一百一百九十万 这就是已经比较富足的属于这个富有富足的一个状态了 那当问到他们说你到底要有多少钱的时候 你会认为你的这个经济状况是处在一个比较舒服 比较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啊 那在这个疫情之前啊那受访者平均下来 他们认为是93万4千美金是属于一个啊 属于一个比较OK的一个状态了 那现在来说呢受访者又认为平均下来 这个数字就下降到了62万4千美金 是作为一个比较舒服一个OK的一个状态啊 那现在来说排在第一位 美国人更感兴趣更注重的一个是叫做mental health 也就是一个心理健康 第二个的话就是关系 比如说家庭关系和这个家人的关系 还有你还有和你伴侣的这个关系 第三才是一个财务上的一个这种叫做健康度 所以呢可以看来看出来根据因为这个疫情 好多人对于这个比如说人生 比如自己的幸福度都有了一些新的一些看法 由于我孩子最近在不断的啊 就是在这个比如说是电影广告各方面都有一些不断的一些尝试呢 所以呢我也去更多的去了解了一下在美国 特别像好莱坞啊这些演员他们到底要是都要做些什么 但他们平时要面对什么 那首先当然一个演员他要赚钱 第一位就是通过拍电影和拍电视剧这样来赚钱 那第二位就是拍广告啊 拍广告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一个赚钱的一个机会的啊 如果你是看过AT&T的广告 看过Progressive的广告 那这个当中这两位这个女性的这个演员 他们已经是完全作为了这两个公司的这个代名词啊 一看到他们你就知道是他们是AT&T和Progressive的一个形象代言啊 那第三位呢很多的演员可以去做这种特型演员 包括了这个武打演员啊 或者这些这种专门的这种叫做Stum Performer 然后第四位呢就是这些演员可以通过去做群众演员 背景演员这样形式去赚钱啊 那另外的话第五位很多的演员他可以代替这个主角去在拍戏之前去做一些叫做Stand in Work 也就是说他他为了这个拍戏的准备很多的这个啊 这些摄影师啊或者各方面的人员 他需要这个一个人站在那个角色的这个位置 要做各种的灯光各种的调试 所以这样也可以赚到钱啊 另外当然第四点第六点呢就是通过做各种的这个位置 这个戏剧舞台剧这样来赚钱 第七呢可以拍非常多的这种叫做公司的广告 它叫做Industrial Videos 这些广告包括了培训的广告啊 包括各种各样在一些大公司企业或者一些小范围内播放的这些 也是他们可以赚钱的机会 另外的话他们可以去做配音演员 这就是第八个项目他们可以赚钱那个部分 而且非常多的这个演员他们通过配音 也可以赚到非常多的钱 第九位就是Commercial Print 就是非常多的这些杂志啊 或者是Flyer这些广告上都可以有这个演员的这个头像 那你可以去做这个部分 第十位呢也是我觉得很有趣 有非常多的这些医科大学或者是这种医科医学院 他们会专门让请一些演员来特别来扮演就是某个症状 比如说你感冒不舒服了让你表演出来或者这些 然后呢让他们的学生和正在实习的这些医生来进行判断 来跟你进行对话来培训你培训这些医师 所以呢这也是一种赚钱的机会 所以呢这我觉得非常有趣给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让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by bwd6